大家好 我是阿欣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私房的一道料理 叫做黃金雞米飯 它的做法非常的特別 那這道料理非常適合在我們年節來使用 跟著阿欣的腳步一起來製作這一道 充滿年味好吃健康的黃金雞米飯 首先你要先選用這個放散土雞 如果說你家裡人比較多你可以用整隻 像我今天示範就是用半隻 那我現在買回來的第一個步驟 你要先把雞肉清洗乾淨 尤其是裡面的血塊 好 清洗乾淨之後 拿金擦手指、雜質或是這種血水給擦掉 準備一個袋子 然後把這個雞放到裡面去 現在要來做拍打的動作 那現在這樣子弄好之後 來 像我這樣用刀背 看好 雞的這裡有骨頭 這裡一定要敲 然後再來換腿骨這裡 雞刺胸這裡 我敲碗的雞看一下 我們要敲得好像這樣 你會感覺這個雞已經平了 骨頭已經敲碎了 敲好的這個雞 待會這個碗 它就是在幫你 收集這個雞汁 這是我們一般在吃飯的這種飯碗 這樣就可以了 記得一定要 這樣蓋著 我要讓這個雞汁的味道更豐富 所以我們要加幾樣東西 因為待會米飯裡面會加香菇 這個香菇頭 我就把它拿來做 在煉取雞汁的時候 它的鮮味來源 所以我把香菇頭取下來 放在裡面 這一道菜我以前在做的時候 我們試用那種 真正韓國很大隻高麗神 那個很貴 但是呢 那個味道 其實不一定是每個人都能接受 所以今天我來幫大家 想到一個取代的 檔森 檔森呢 它是屬於溫補 再來它的味道 不會那麼強烈 接受度非常高 我放個兩根就好 記得喔 我們去中藥行買檔森 越粗越大越好 然後呢 表面不要有太多雜質 如果它受潮了 它會有黑點 這個就比較不好囉 那再來放一個蔥 那蔥很簡單 直接用手這樣子把它 撥斷就好 從旁邊 我這個是放一根 放在旁邊 它起來就像這樣 那我們東西都放下去了就可以 來 這個雞呢 就直接 蓋在這個碗的上面 記得喔 一定要這樣子把它撐著 接下來再加最後的調味料 我有一個咪咪武器 分享給大家 就是 啤酒 這個啤酒 我就加三大使下來 你就直接從雞的上面淋上去就好 準備這個鋁箔紙 用對折厚一點的 像這樣 直接把它蓋上來 一定要用鋁箔紙 讓它悶住 這樣子雞汁 它才有辦法 被這個碗真空給吸進去 所以這個動作很重要 那電鍋裡面 這個兩米杯 先加入三杯的水量 好 放進來 這樣子 直接就可以下去蒸 跳起來之後 再加入兩杯的兩米杯水量 下去蒸第二次 好 那我現在好了之後 先打開來看一下 哇 好香啊 我們現在第一個步驟 先把這個雞給拿起來 熱脹冷縮的原理 你會發現雞汁旁邊都乾的 吸到碗裡面去 這個要怎麼拿 很簡單 我們準備一個筷子 你稍微像我這樣移動一下它 往上一撥 有沒有 雞汁全部跑出來了 OK 那我現在 我要來做過濾的動作 直接把它濾起來就好 過濾起來就好 好 那我這個雞汁 我今天用的是兩杯米的米量 那我現在 倒好雞汁來 我就從這裡 倒下來 我是覺得加一點鹽在裡面 大概這樣子的量就好 讓這個米飯吃起來 有略略的甘味 就加一點鹽下來 好 這個時候 香菇直接放上去就好 好 那我們就下來煮白飯囉 黃金金米飯已經完成了 蒸好之後來看一下它整鍋的顏色 非常的香 那你看喔 我剛剛燉的雞 我簡單的把它做個手勢雞 你可以拌一點點 海鹽 胡椒鹽 或者是一些蒜蓉 抓好之後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這個飯 挖一點米飯下來 哇 好香喔 你看而且 綠綠分明 有一些顏色會 比較深 就是那個深顏色會特別的香 特別的棒 再來放一個香菇 那我們就上菜囉 如果你有喜歡今天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讓阿清知道說 今天的影片你有喜歡 對你有幫助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